大家好 现在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即将来学习的这款漂亮的鞋子 这款鞋子呢是由三股的蕾丝线来完成 鞋底部分呢是上层的 那么鞋长呢是12厘米 它适合9到12个月的宝宝来穿 12厘米 它所需要的工具是 1.75的勾针 小别扣 胶水 小剪刀 那么它的辅助材料是这个半球形的小珠子 我们需要20个 一双一只鞋子呢10个 还需要两枚这样的扣子 还有呢就是 根据这个鞋底的尺寸大小 分别向两边数12针 左边12针 右边12针 这样一共呢我们数了25针 我已经把它做好了 这是中心 这是中心 然后呢右边12针 左边12针 勾右脚的时候 我们从右侧起针 左脚的时候呢 我们从左侧起针 现在呢我们就来完成 左脚的勾置方法 右脚我们已经勾置好了 现在我们拿出线 开始勾左脚的这个鞋底 去掉小别扣 我们在内半针处下针 这个鞋的正面呢 要冲上 把线绕一下 第一针不算 另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在每一个内半针处 勾短针 一直勾到这个鞋号扣的位置 我们一起来勾 这个线头呢 先不要管它 我们就这样的勾 一直勾到 对面的小别扣的位置 好 现在我们已经勾到了 对面的小别扣的位置 25针 接下来呢 勾下一行 立一个辫子针 绕过来 请记住 第一针不勾 这起的辫子针 我们算一针 然后呢 我们勾下一个 第一针不勾 我们勾第二针 第一针本身呢 算了一针 那么现在是第二针 记住 这一行呢 我们都开始勾外半针 只有在鞋底起针处呢 第一行我们勾内半针 那么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外半针 因为是左脚 要是右脚呢 我们一直都勾外半针 因为左脚呢 是从里面开始起的 所以呢 我们开始勾内半针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第二行呢 就勾外半针 不变 短针不变 一直把它完成 短针勾好 我们立一针 然后呢 撞过来 第一针不勾 我们勾第二针 还是勾外半针 我们联系 勾七个外半针 勾七针短针 第一针也算一针 然后呢 二 三个外半针 四 五 六 七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勾中间的部分 它已经有变化了 中间我们来勾 十一个长针 为什么十一个长针呢 因为我们两边呢 各勾七个短针呢 就是十四针 十四再加十一呢 正好是二十五针 二十五针 好 现在我们开始绕一下 勾外半针长针 我们一共勾十一个 一 二 三 三 十一个长针勾好之后 勾短针 我们一共勾七个短针 一 二 然后呢 我们立一个辫子针 勾下一行 首先勾七个短针 一 勾外半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剩下的部分呢 勾长针 外半长针 绕一下 一直往下勾 勾十一个长针 十一个长针 勾完之后呢 剩下的部分呢 是七个短针 我们一直把它勾到完 立一个辫子针 绕过来 还是按照刚才的办法呢 我们开始首先勾七个短针 这一个二 两个 三个 四个 七个短针之后 十一个长针 都是勾外半针 十一个长针结束之后 继续勾短针 勾七个短针 一 二 七个短针也勾好了 下面我们立一个辫子针勾下一行 下一行还是勾七个短针 十一个长针 然后呢七个短针结束 我们像这样的来回勾住 我们一共要勾五行 现在已经三行了 一二三 带长针的 我们再勾两行 跟我一起来勾吧 好了 现在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数一下带长针的行数 一共是五行 一二三四五 这样呢 好看还好记 不用从底往上数 就这样数 一二三四五 这五行勾好之后呢 我们连续勾三个三行短针 这三行短针呢 我们都勾外半针 我们一起来勾 起立一针 然后开始 一二三四五 我们就这样来回勾 一共呢 勾三行 一行 两行 三行 好了 这个三行勾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勾二十四个辫子针 这是一个 两三四五六七八 辫子针勾好了 二十四针 下面我们绕一下 再回数五针 一二三四五 在第六针处下针 勾长针 一二 然后呢 一直就往下勾长针 二十四减五 等于十九 我们就在这呢 勾十九个长针 十九个长针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在这个位置 和我们的鞋后跟呢 做一个胶带 数四针 一二三四 做一个 引脖针 胶带好之后呢 我们反过来 下面我们要勾的呢 就是鞋子的上半部分 我们要勾这部分 这部分呢 我们是行续渐进的 备针 最后呢 一直并到前面 脚趾头的地方 最后剩一针 现在呢 跟我一起来学习 我们如何把这一部分完成 首先 我们 让着这个鞋带子往前做三个引拔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呢 立两针 绕一下线圈 不在这插针 在下一针处 勾个长针 这样呢 我们就并了一针 这两针算一针 接下来呢 我们在剩下的部分 勾十一个长针 十一个长针 勾好之后 下一针呢 我们就两针并一针 勾一个半长针 绕一下 再勾一个半长针 好 我们一起把这三个线圈拉出来 那我们这个鞋 前半部分的第二行 已经勾好了 下面我们继续立两个辫子针 绕过来 绕一下 在第二针处下针 然后呢 我们在中间这部分呢 我们勾九个长针 上一行呢 我们勾了十一个长针 这一行呢 我们勾九个长针 九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绕一下 我们把剩下的两针 变成一针 就是勾两个半长针 然后一起拉过来 好 这一行呢 也勾完了 接下来立两个辫子针 绕过来 绕过来 勾一个长针 在剩下的部分 我们勾七个长针 记住 鞋子的前半部分 我们可不是勾外半 万半长针 我们都是 往这个 把这两个辫子针呢 都调起来 只有鞋后跟的地方 我们勾外半长针 大家一定要记住 现在我数一下 多少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 开始 把剩下的两针 长针呢 变成一针 变好了 再起两针 绕过来 再第二针 下针 这回呢 中间我们要勾五个长针 我们就这样一次的减少 五个长针之后呢 就变成三个长针 三个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 当我们变成 中间剩三个长针的时候 最后呢 我们把它变成一针 那这个鞋子的鼻子部分 我们就勾好了 现在我们来数一下 多少了 一二三四五 五个长针 把后面那两针呢 变成一针 一针 两针 好了 把它变成一针 然后我们再立两针 翻过来 绕一下 在第二针处 下针 这回呢 我们要勾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把最后的两针 变成一针 然后呢 起两针 绕过来 这回我们中间呢 就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绕一下 把剩下的两针 变成一针 接下来 我们再立两个便子针 绕过来 勾一个长针 绕一下 再勾一个长针 现在呢 我们的针上 一共有三个线圈 我们一次性 把它们拉出 那这个三角形呢 就勾好了 一共是多少行呢 一二三四六七八 七行 从这开始是七行 算着这个呢 是一共是八行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讲一下 如何把它 交代 到这个鞋底上 现在我们拿起 右脚的鞋子 看一下 它是怎么交代的 我们右脚的 大拇指在这 二拇指在这 所以说呢 我们要偏左一些 把这个 小 把这个呢 交代上 那我们交代到哪呢 我们就在 中间的 中心线 第一行 中心线 往左边 数 第一个 长针处 这是中间的长针 然后呢 第一个长针处 在这 下针 这是 右脚的 那我们左脚呢 左脚的 大拇指 在右边 是吧 所以说 我们要从中间 线开始 数第一行 的右边的 第一个柱子针 这儿啊 这个长针 这个位置 下针 看明白了吗 左脚的 在右边 第一个 第一圈的右边 这个长针处 下针 右脚的呢 在 中间线的 左边的 第一个柱子针处 下针 它们两个区别 就这样 好 我 现在呢 我们绕一下 然后 在 右边 这个柱子上 小柱子上 下针 然后呢 拉过一个线圈 然后再拉过两个线圈 最后 的两个线圈 一起拉出 那么 这个鞋子呢 我们就把它 交代好了 接下来 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 勾 引脖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四针 我们就这样往前勾 到了鞋带子的部分 我们也做引脖针 鞋带子这儿 五个锁针 就勾 五个引脖针 接下来呢 我们 一直勾到这儿 都勾引脖针 这样我们就勾到了鞋的后 后跟部分 在鞋的后跟部分呢 我们 勾短针 不勾引脖针了 勾短针 我们就这样勾 一直勾到这儿 这部分呢 我们勾引脖针 然后再勾到鞋带子的部分 我们就开始勾到鞋带子的部分 我们就开始勾到鞋带子的部分 好了 引波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断线 断线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头呢 从这个位置呢 拉到斜的斜底部分 这样呢 我们把另一个斜底合上的时候呢 就看不见了 然后我们拉过来之后呢 记住一定要找几个地方 把它藏起来 OK 好 这部分勾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勾的呢 是这个部分的锁针 下面我们开始勾剩下这部分的锁针 我们从这开始下针 勾锁针 一直勾到这个位置 现在呢 我把在这儿把针下去 然后把线圈拉出来 不要管它 这个线 线头不要管它 你就在这儿勾吧 绕一下线圈 然后勾第一个锁针 第二个锁针 就这样往下勾 我把锁针 现在呢我们已经勾到了脚趾的位置 这是最后一针 然后我们断线 拿出缝一针 把这线头呢拉出来 拿出缝一针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长针这个位置呢下针 过渡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把线头从这 演出去 在鞋底的后面 把它找个地方交代了 这样呢我们 就基本上完成了 这个鞋子的上半部分 下面呢就开始 缝合鞋底 好 把这线头剪掉 多余的线头呢 剪掉 剩下这些都可以藏起来 好了 那剩下要做什么了呢 剩下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鞋底 和这个鞋底 缝到一起 勾到一起 怎么勾呢 我来演示一下 我们把两只鞋底呢 对上 中心线对上 从鞋后跟处开始 这是中心线啊 然后呢 鞋底的正面对着我们 我们在中心这个位置呢 下针 把两个中心的位置的 把它连起来 然后呢 我们绕线 把线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呢 我们看啊 下一针呢 我们把针插过去 然后啊 这一针呢 是半针 为什么它是半针呢 因为我们在勾斜后跟的时候呢 那一半针呢 那一半针被这个 斜后跟给用了 所以呢 我们就剩了一半的 那我们把这针呢 勾出来 然后呢 勾一个锁针 然后在下一针处下针 继续往下勾 这线头有点松 没关系 勾一会儿呢 我们再把它拉紧 然后呢 最后 我们再把锂垫 加上的时候呢 我们再加一点胶 这样呢 就固定了 看一下 我们是这样勾的 这呢 这呢 我们勾了 上层的这个辫子针啊 我们把它都挑起来 这辫子针 这个 然后呢 里面的一个呢 只有半针 然后呢 我们 在这上面做一个 眼波针 然后 还是这样 一针接一针的 往下边 记住 线不要拉得太紧 因为这个 我中间的夹层呢 比较厚 拉得太紧呢 不好看 然后 就这样往前勾 这是两针 这是半针 哦 这线头没带上 好 就这样一针一针的 把它们连起来 现在 我们再次进行 再次进行 好 斜后跟的最后一针 我们也把它连好了 那剩下的呢 我们就开始 一个 麦穗针和另一个麦穗针 连起来 这都是内半针和外半针连一起了 就是一个麦穗 然后我们把它 做引波针 你看 这个鞋底呢 两针 这个鞋底呢也两针 把它连起来 我们就这样一针接一针的连 一直连到 大约这个位置吧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里面的鞋垫夹进去 好了我们现在一起连吧 好了 大约连到三分之二的位置 大约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鞋底 放到里面 放到里面 看它 不太老实呢 我们就用胶把它沾上 确实要沾上 就这样子 现在呢 我用胶水 把它沾上 这种胶呢 就是沾皮革和这个棉布什么的啊 非常好用 现在呢 我来在里面涂点胶 随便画几下 OK 然后呢 把它调整一下位置 好了 现在把它们合到一起吧 基本上就是合到一起了 然后把这没用的线头呢 都放到里面 这线头最后处理 好了 剩下呢 我们就开始继续连吧 继续勾 我们就这样一针接一针的勾 一直 勾到斜尾的部分 我们就这样一针接一针的勾 这到了斜后根的时候呢 我们就调剩下的半针 剩下的半针 这马上就要进攻了 拉线要均匀 不要一会儿松一会儿紧的 如果那样的话呢 这鞋底呢 薄厚就不均 外观呢 就铺好了 好了 勾好了 勾好之后怎么办 断线呗 断线 拉出来 继续用我们的缝一针 把这线呢 线头藏好 缝结实 同时呢 我们把起头的这个线呢 也藏好 针认好了 然后在这儿下针 好了 做一个闭合 我们呢 把针从这儿带 绕过来 在这儿就形成了一个麦碎 好 完事之后呢 这线头 就给它找一个地方 给它找一个归宿啊 我们给它送到里面去吧 我在这儿防两针 固定一下 然后呢 我把它送到斜底部分 OK 好了 然后呢 断线 好 藏好了 接着呢 再尝 尝这个 这个也简单 接下来的工作呢 我们就是勾 这个小花朵 还有呢 把这个半球形的 小珠子 粘到这个鞋子上 好 现在我们开始 学勾制那小花朵吧 首先 首先拿出 白色的 三股的蕾丝线 我们起针 二十九针 二十九针 好了 我们一共呢 起了二十九针 现在呢 我们回数三针 勾长针 回数三针 一二三 勾三个长针 一二三 三个长针勾好之后 加这个前头的三针 一共是算四个长针 然后呢 然后呢 再下一针 勾一个短针 接着呢 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 下一针处 勾四个长针 一针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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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然后呢 然后呢 在下一针处勾四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四个长针之后呢 在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针处勾四个长针 然后绕线 然后呢在下一针处勾短针 下一针处勾短针 绕线 再在下一针处勾四个长针 就这样一组一组的勾 一直勾到起头的位置 现在呢我们开始勾 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前勾 现在呢我们勾到了起头第一针的位置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我们断线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把它变成小花朵 好了我们拿出一个头 然后就这样一圈一圈的绕啊绕 顺着它这个这个勾的这个袋子的走势 然后呢一直往前绕 嗯绕好了 然后呢我们或者是用线把它连起来 或者是用胶把它粘起来 粘好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中间呢放上我们需要的那个半球形的小珠子 看看 这个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我们把它胶带到这个位置 现在呢我就开始的开始慢慢做 现在我就开始慢慢把它交代到我们的鞋子上 线头放好 转过来 好 然后呢把它粘到这个位置上 对称的两边 看一下我们两边是不是对称呢 好了 差不多 我们就把它粘到这个位置上 哎呀不好拿 好了 好了 这个小鞋子完成了 你们学会了吗 不会的话可以倒过来接着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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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